台北第一凶楼包租公 投报最高赚5% 有台北第一凶宅之称 位于中山区新生北路二段的景星大楼 36年间陆续24人身亡 灵异传闻不断 不过近期景星大楼在租屋网上 出现无比套房招租 最高单平月租金达2000元 比起区域行情1500元还贵上三层 招租物件为6到10平 总价1万到14000元 换算单平价格为1250元到2000元 最贵的则是6平方月租金12000元 照片显示全屋装潢水蓝色调 夹剧床铺移印巨圈 但戏旧并非全新 更著名是社宅包租代管物件 可报税入户籍 可申请租屋补助 而记者两度致电仲介均无人回应 有专家认为该套房租金高于行情 是有重新装潢因素考量 加时无预算考量 以单凭2000元租金 在北捷沿线找租屋 也有更多不错选择 不过有房仲分析 景星大楼投报率可达5% 套房总价约300万 成交单价有4字投 投资门槛低 加上地理位置加 投报高 造成包租工抢买情形 苹果试算 以总价368万元 买一户景星大楼套房 自备5成184万元支备款 需贷款184万元 诺贷款利率2% 分20年贪还 月缴本金利息9380元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房客 房贷就能轻松付 以月租金15000元来说 景星大楼月租金开价约1494元 租金投报率高达5% 较北市整体住宅 平均投报率仅 2.7%高处不少 因为这个社区贝林特殊 租客的复杂性也比较高 不乏投资老手 在做资产 不是很建议说 初阶的投资者出手 不然的话遇到 比较争议的问题 可能会没有办法解决 惹了一身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